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听我为大家讲解Motion 5动效的基础课程 我是马志凯 上一节课我也为大家做了一些自我介绍 也为大家讲解了我们整个课程的体系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课程体系 上一节课我们讲解了Motion Graphic简介 这节课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熟悉界面 上一节课我们说到做动效的两个最常用的软件 一个是Motion 5,另外一个就是AE 那我在这个课程里边使用的软件将是Motion 5 在使用Motion 5之前我们要对软件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可能很多同学没有用过Motion 5 通过这节课的讲解 相信你对Motion 5会有一个初步的认知 好,大家现在来看这一个界面 这是Motion 5的启动界面 在这个里边它会提示你建立项目 它会有五个提示 首先是Motion 项目 第二个是Final Card的效果 第三是Final Card的生成器 发生器 第四个Final Card的转场和标题 我们通常选择第一个Motion 项目 好,我们现在选择Motion 项目 在屏幕的右上方我们能够看到这里有预置 在预置的里边我们可以为项目选择尺寸大小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1080P 但是如果你想要建立4K影片 那么你可以选择4K 好,我们现在通常使用的是1080HD高清模式 如果你想建立4K影片 就可以选择4K或者是其他格式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帧速度 帧速度顾名思义 就是说每秒播放帧的个数 对吧 我们美国制式通常是30帧左右 但是国内我们通常使用的是23.98帧 或者是25帧每秒 在这里有25帧每秒 看到了吧,在这个地方 好,还有更快的 像建立60帧的动画 那么你就可以建立更高速度的 快速播放的影片 这样的高速模式 好,我们通常使用的是25帧每秒选择 下边是时间长度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它显示成帧 或者是时间嘛 或者是秒钟 好,我们现在选择时间 建立一个时长为 来修改一下时长 建立一个时长为20秒的动画 好 打开项目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Motion 5的正式操作界面 大家看到这个界面就是Motion 5的操作界面 在这个里边分为几大块 首先是编辑器 还有层级关系和预览器 还有时间轴和它的工具栏 好,下面我逐个为大家进行讲解 首先文件浏览 我们先来看文件浏览 在这个地方能够显示出你的硬盘 还有你所想浏览的文件 下边是资源库 在资源库中我们能够看到有行为 滤镜发生器 复制器等等等等 在这个里边是Motion 5的所有的资源行为 好,下边检查器 我们来看一下检查器 检查器里边有属性、行为、滤镜、对象 对吧 属性、行为、滤镜、对象 它现在都是空的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任何的对象 我们现在来选择项目 好,我们在检查器的属性下边 就看到了整个项目的属性 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对项目进行编辑 还可以对项目重新进行预制 好,下边我们来建立一个矩形 尝试一下 看看检查器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现在编辑了一个矩形 我使用的就是矩形工具 好,现在我已经在屏幕上方建立了一个矩形 能够看到,对吧 那我们现在缩小屏幕来看 选择矩形 在检查器里边看到属性 行为、滤镜、形状 这个时候 属性里边就有了这个矩形的变换 属性 在属性里边 我们可以添加关键帧 编辑这个矩形的大小 旋转、位置、缩放等等 好,在行为里边 这时候我们没有为它添加行为 我们现在尝试为它添加一个行为 点击资源库行为 下边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形状 好,随便选择一个 选择 随便选择一个随机化行为 把它拖拽到矩形之上 好,我们看到已经添加了一个行为 回到检查器 看到行为下边已经有了一个行为的编辑器 我们可以对行为进行随意的编辑 然后拖拽时间轴 我们能够看到 随机变化形状 这个行为已经生效了 好,我们再来看滤镜 巨型上面没有滤镜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资源库 为它添加一个滤镜 滤镜 下边 风格化 我们随便挑选一个滤镜 选择 结晶化 为它拖拽到巨型之上 好,我们再回到检查器 此时滤镜就有了一个可以编辑的状态 好,我们看到对象 对象会根据我们所选的项目所变化 能够看到 现在此时已变成群组 如果我选择巨型 我再来看巨型 选择巨型 它就会变成形状 对吧 这个对象的地方 会随我们的选择对象而变化 然后现在所选的是图形 它就有样式 几何图形 等等一些选项 好,现在来到样式 我们可以对巨型的样式进行编辑 包括它的填充外框 这里还有画笔 好,再来看几何形状 我们也可以对巨型的几何形状进行一个编辑 形状类型 形状类型也是可以编辑的 包括它的锚点都是可以建立关键针来对锚点进行编辑的 好,这个就是我们Motion5最左侧的一个工具栏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是层级关系 这里有层,媒体和音频 因为现在在音频和媒体上 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项目或者文件进来 所以它没有显示 好,我们再来看监视器窗口 在这个里边我们能够选择监视器的尺寸 通常使用的是适合模式 它将符合我们的监视器大小 好,在这个里边 我们能够选择使用的是颜色还是RGB通道 这是一个通道混合选择器 里边也能够除颜色改变它的其他通道 包括Alpha通道或者是RGB通道 好,再来看渲染 在渲染里边我们可以对渲染文件 或者是内存的使用度进行编辑 在这里边最高一半和四分之一 它的渲染速度会影响我们的电脑运行速度 如果你的电脑运行不够快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地方把你的渲染降为四分之一 或者是一半 它能大大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好,再往下看 这里有质量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正常模式 因为正常模式就能够满足我们视觉上观察的效果 下边还有对灯光阴影倒影的渲染 我们通常都是选择上的 因为如果我们要建立灯光或者是阴影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为你做出自动的渲染 好,再往下看 下边有运动模糊渲染和场渲染 还有真融合三个选项 这里我会在以后的课程中 为大家讲解什么是运动模糊 还有真融合都是怎样的效果 这些效果还都是比较有用的一些效果 好,再往下看 显示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选择标尺啊 网格啊 还有动态参考线 安全区 这样等等的一些显示参考的效果 我们现在选择标尺 我们可以进行拖拽来建立 建立标尺 还有网格 如果选择网格 我们的监视器将被分成网格状 来对我们需要进行精确位置定位的图形形状 进行精确定位 好,我们全部勾选掉 再来看动态参考线 动态参考线是什么意思呢 顾名思义 它作为一个动态参考线 我们来尝试对它进行一个选择 我们现在再建立一个矩形 好,此时动态参考线是勾选上的 那我们现在把两个矩形重叠在一起 能够看到有一条很浅的自动出现的黄线 它就是自动参考线 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个自动分析的位置上的对位 而且在我拖拽的时候 能够轻微的感觉到 它有一定的吸附能力 如果没有动态参考线 那么这个吸附能力将是不会出现的 好,下面安全区 安全区就是以前在我们建立动画或者影片的时候 根据老电视 根据以前的电视知识 安全区可以提供安全的播放范围 好,再往下看 这个地方是显示窗口 我们可以让它显示单个窗口 也可以让它显示多个窗口 好,现在我们选择群组 把它改变为3D群组 然后再建立一个摄影机 现在能够看到我们选择4个窗口显示的话 在这里会有 透视左右上下的三维立体关系 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的通过各个角度 对我们建立的三维图层进行编辑 在这个地方会特别的像一个三维制作软件 这是Motion比较难的地方 比较难懂也是比较难学的地方 但是建立摄影机也是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制作动画的环节 好,我们能够看 在这里能够随意的点击上下左右 来变换我们的观察视角 好,这是我们的检查器窗口 已经为大家讲解完了 好,我们再来看工具栏 我们来看选择工具 我们长按它 会出现一些选择工具按钮 我们可以选择锚点 投影 变换 编辑点 等等等等的一些选择工具 这个工具在以后也是非常有用的 特别是锚点和编辑点 好,第二个工具 调整工具 就是可以对我们的锯形 进行一个形状 或者是位置上的变换 好,我们现在切回到单个视图模式 然后选择活跃的摄影机 好,返回到初始状态 选择调整工具 此时选择锯形 我们就可以对锯形的旋转 进行编辑 好,再来看移动工具 选择移动工具的时候 它将不会移动你的项目 或者是群组 它只会整个移动画面 好,再往下看 移动工具长按 它还会变成移动 选移动 缩放和游走3D模式 再往下看 这一组都是我们的绘制工具 里面可以绘制BSR曲线 绘制圆形 巨形 绘制画笔 还有添加文字 选择 锯形工具 长按 将会出现 锯形 圆形 线条 三个模式 这就是我们通常使用的形状 好,选择圆形 按着Shift 就能拉出一个圆形出来 对吧 我们再来看 BaseR曲线工具 我们选择BaseR曲线 我们在画面中随便建立一个多边形 然后对多边形进行编辑 选择一个锚点 点击它的右键 选择一个锚点 就可以对锚点的位置进行编辑 好 点击锚点的右键 我们就可以让它变成线性或者是平滑 选择平滑 我们将可以对锚点的 对锚点的两端进行编辑 让它变得不是那么的锋利 好 可以建出一个 可以建立出一个缓和的锚点 好 下边是画笔工具 画笔工具则可以在画面上随意的画出你想要的图形 我们来画一个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通过画笔工具来建立的图形 下边字文字工具 那很通俗一懂 我们选择文字工具就可以建立一个文字或者是一段文字 再往下 这个地方是遮罩工具 在遮罩工具里边 可以建立 锯形遮罩 圆形遮罩 贝塞尔曲线遮罩 B样条曲线遮罩 等等一些遮罩的效果 这个工具将会在以后的我们讲解 遮罩动画的时候 为大家进行讲解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属性按钮 显示或隐藏 HUD按钮 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属性编辑器 我们选择它 好 我们现在是在画笔工具上 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相当于画笔属性编辑器的窗口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对画笔的属性进行编辑 那我们尝试变换 我们选择句型 在这个属性编辑器窗口 我们同时又可以对句型进行编辑了 有些功能是和检查器里边的功能重合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对它的混合模式进行编辑 包括它的填充外框 语化 阴影 样式等等 进行属性上的编辑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HUD后边紧跟着的 是摄影机灯光发生器 还有一些滤镜复制器的一些建立的快捷方式 那这些方式通通也可以在资源器或者是检查器中来建立 那这个地方提供的就是一个便捷的快捷键 通过这些快捷键我们可以直接建立灯光 比如滤镜等等一些效果 那这些也是比较复杂的效果 我将在以后的逐个的案例中 我们需要建摄影机的时候 或者是需要建立滤镜的时候 来为大家讲解这个地方的功能点吧 好 接着往下看 下边将为大家讲解的是时间轴编辑器窗口 好 大家来仔细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显示的是一个3D群组 如果是2D群组 它将显示的是一个方块的形状 则是2D群组 我们来把它改变为2D群组 好 我们对群组编辑取消3D模式 看到了 在这个地方 它又变成了2D模式 在二维模式后边紧跟着是一把小锁 如果我们把项目进行锁定 也可以通过小锁来实现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 再来看时间轴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动画时间轴 在它的上方有两个小的按钮 显示关键帧编辑器和开关吸附按钮 好 拖转时间轴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时间进行编辑了 好 下边我们来为大家尝试建立两个关键帧 选择句型 选择它的变换 添加关键帧 好 看到了 在时间轴上显示出了两个小的红色 红色的点 对吧 这个点就是我们所建立的关键帧 拖动时间轴 在它的初点 我们再建立一个关键帧 这个关键帧就是我们关键帧的第二帧 它是由第一帧到第二帧的一个运动 现在没有变化 那么我们要对关键帧进行编辑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屏幕的最下方 最下方有显示影片 显示音频 在这个地方可以对音频进行编辑 现在我们没有音频 还有最后一个按钮 是很重要的按钮 选择它 我们则可以在最下方的关键帧编辑器中 对我们所建立的关键帧进行编辑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关键帧进行编辑 我们来到它的第二帧 我们改变外轴位置 让巨型在位置上有一个运动 在这里能够看到 在关键帧编辑器中 我们能够看到 XY已经发生了位置上的变化 同时在这里选择关键帧 选择关键帧 然后点击它的右键 我们在这里可以建立关键帧曲线 这一点也是建立关键帧最重要的知识点 关键帧曲线将会在后边的 添加关键帧的课程中 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个按钮 使可见曲线适合窗口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按钮是在我们如果建立关键帧非常近的时候 我们来尝试一下 把两个帧缩得非常的近 运动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点一下它 它就会让关键帧的播放时长 适合现在的窗口大小 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对关键帧进行仔细的编辑了 好 以上就是我这节课为大家分享的 Motion 5界面的操作 下面的课程我们将进入逐个的案例学习 请不吝点赞订阅